佛告朱比丘,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其劫,而时有佛,明大通至圣如来,应供,正辨之,明行足,善事是奸解,无上是,调欲丈夫,天人师,佛,世尊。 其国名好成,皆名大相。 朱比丘,比佛灭渡以来,甚大久远,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,假使有人魔以为莫,过于东方千国土,乃下一点,大如微尘。 又过千国土,附下一点,如是辗转经地众末,于如等一云河,使诸国土,若算师,若算师弟子,能得边际,知其数部,不也,世尊。 朱比丘,使人所经国土,若点不点,静谋为臣,一臣一劫,彼佛灭渡以来,复国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其劫,我已如来之见利固,观彼久远,犹若今日。 尔时,是尊欲重宣此意,而说济言,我念过去时,无量无边节,有佛两足尊,明大通至圣,如人以利魔。 三千大千土,尽此诸地种,皆昔以为莫,过于千国土,乃下一尘点,如是辗转点,尽此诸陈莫,如是诸国土。 点与不点等,附近某为臣,一臣为一节,此诸微臣数。 其节复国是,彼佛灭渡来,如是无量节,如来无爱至,知彼佛灭渡,即生闻菩萨,如见经灭渡,诸比丘当之,佛至净微妙。 无乐无所爱,通达无量节,佛告诸比丘。 大通至圣佛,受五百四十万亿乃由他节。 其佛本座道场,破魔君以,垂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而诸佛法不现在前。 如是一小节,乃至识小节,结家夫作,身心不动,而诸佛法又不在前。 而识道立诸天,先为彼佛,于菩提树下夫施子作,高一由寻,佛于此作,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试作此作,识诸犯天王。 与众天花,面摆由寻,相风使来,吹去伟华,更与心者。 如是不觉,满识小节,供养于佛,乃至灭渡,长于此花。 四王诸天,为供养佛,长积天谷,其余诸天,作天祭月,满是小节,至于灭渡,义父如是。 诸比丘,大通至圣佛过时小节,诸佛之法,乃现在前,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其佛未出家时,有十六子,其第一者,明日至极。 诸子各有种种真意完好之具,文复得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,皆舍所真。 网易佛所,诸母替其而随诵之。 其族转轮圣王,与一百大臣,即与百千万亿人民,皆共围绕,随至道场。 贤欲亲近大通至圣如来,恭养恭敬,尊重赞叹。 道以,头面礼足,绕佛必以,一心合掌,瞻仰世尊,以祭颂月。 大威得世尊,未度众生故,于无量异岁,而乃得成佛,诸愿以具足。 善灾及无上,世尊甚兮有,一座石小节,身体及手足。 竟然安不动,其心肠淡薄,未曾有散乱,究竟永纪免,安住无漏法。 经者见世尊,安颖成佛道,我等得善理,称庆大欢喜。 众生常苦恼,盲鸣无导师,不识苦尽道,不知求解脱。 长叶增恶去,减损诸天众,从名入于名,永不闻佛名。 今佛得罪上,安颖无漏道,我等即天人,为得罪大力,是顾贤其手,归命无上尊。 而时,十六王子记赞佛以,劝请世尊转于法轮。 贤作誓言,世尊说法,哆嗦安颖,怜悯饶欲诸天人名。 重说寄言,世雄无等轮,百福自庄严,得无上智慧,愿为时间说, 不托于我等,即诸众生类,为分别显示,令的是智慧。 若我等得佛,众生亦复然,是尊之众生,身心之所念, 亦之所行道,又知智慧力,欲乐及修福,宿命所行业,是尊息之矣。 当转无上轮。 释迦牟尼佛告诉朱比丘,这一句,是经家叙述事情说的,就是阿南说的。 这是佛说的了。 佛说乃往,就是指明了过去的因缘。 乃在往昔,有无数无边那么多的阿僧奇解。 在那个时候,有一位佛,叫大通至圣如来,大通,就是有大神通。 至圣,他的智慧能胜过一切。 大通至圣如来,去祖佛的使号之德。 一,如来,就是成如是之道,来成正觉。 二,验功。 这位佛,应该受人天的供养。 三,正便知。 他是一个正知,便知。 四,明行足。 他的智慧和行为都圆满了,他修道德也圆满了。 五,善事是奸解。 他到那个最好的地方,是一个世间最聪明的人。 六,无上事。 没有再比他高尚的了,他是天上天下无如佛,十方世界亦无比。 世间所有我尽见,一切无有如佛者。 七,调育丈夫。 他是调育三界的一个大丈夫。 八,天人师。 他是天上天人的师父,也是人间人的师父。 九,佛。 他的名字叫佛,就是一个大觉悟者。 十,世尊。 这是初世都要恭敬他,大通至圣佛的这个国土,就叫好城,因为没有恶人在这儿,都是善人。 他这时候的结名,就叫大香结。 佛教一生,这位大通至圣佛入涅槃到现在,已经很久很久了。 譬如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的众,所有的微臣。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将地上所有的微臣来磨得像墨枝,往东边走一千个大千世界。 经过东方一千国土这么远,点下一个墨点,这个墨点是很小的。 只有微臣那么大,不是说这一点好像月亮或者太阳那么大。 不是的,就一粒微臣那么大。 又经过一千国土的时候,再点下这一点墨。 这一点,比以前那一点也不大,也不小,还是一粒微臣那么大。 把这个地中所延成的墨,都下完了点。 在你们的意思里头,你们认为怎么样呢? 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下一点,把这个地中的墨都点完了。 你说这有多少个三千大千世界? 数不完,所以说无量。 所点的国土,假如善于算术的人,或者这个算术师所教出的学生,也算不出来。 有多少? 你说有多少个国家? 算不出来。 他能知道有多少国? 有多久远? 知道他这个书吗? 朱比丘对世尊说,不知道。 世尊。 那么佛佑说,你们各位比丘,这人所经历的这些国土,或者他到这点一点,或者他没有点到的这所有的国土, 再把他都磨成微臣以每一粒微臣算作一大节。 而大通至圣如来灭度以来,就超过这个数目,比这个数目还多过无量无边,百千万亚阿僧期节那么多。 我用佛的智慧,来看一看这个久远的结束,就好像今天似的,没有多远。 在这个时候,释迦牟尼佛愿意把这个意思说详细一点,再说一说,所以又用寄送来讲一遍。 释迦牟尼佛说,我想起来在过去世的时候,多长远的时间呢? 这个时间非常之长远的,怎么样长远法呢? 无量无边节,没有数量,没有边际那么多个大节。 那个时候,有一位佛出世,这一位佛也是两族尊。 两族,有的人就以为是两只脚,因为中文脚也叫脚,就翻译成两只脚了。 这个族是冲族。 两族尊,是福族会族,福也充满了,会也充满了。 这一位佛,他的名叫大通至圣如来,因为他的神通最大,没有比他神通再大的了,他不单神通大,而智慧也大。 他的智慧能胜过其他一切的智慧。 有多远的时间呢? 我现在给你们举出一个比喻,好像有人以他的力量来磨磨。 三千大千世界国土这个地中的墨,把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国土都合到一起,都把它磨成墨汁。 再超过去一千佛国土这么远的世界,就点下一个沉点,像这样子辗转来点,过一千个大千世界点上一点,过一千个大千世界点上一点。 把三千大千世界用以为墨的墨汁都点没有了。 你算算这经过多少个三千大千世界? 像这么多国土,或者点上一个墨点的国,或者连陈点都没有点的国,统统都算在内。 把所经过的这么多国土,统统都抹成墨。 在每一个世界里头,就有无量无边这么多的陈,每一个陈点算作一个节,所有的陈,再把它集成为节。 这么多的国土,所有微臣数目的节,大通至圣佛成佛以来的节数,比这个数目还多。 大通至圣如来如涅槃到现在。 有像前边所说无量无边这么多节。 这么多的节,以算术师和算术师的徒弟来算,也算不出来这个数目,但是怎么样? 以如来这种无障碍的智慧,能知道大通至圣佛以及生文。 菩萨已经灭度到现在,虽然是这么长远的时间,可是以佛的无碍智来看,就好像看见这位佛现在正灭度一样。 你们这些比丘应该知道,佛的智慧是清净微妙的,没有漏,也没有一切的障碍,它能通达无量无边这么多的节。 释迦牟尼佛告诉着所有在法华会上的大比丘,大通至圣佛的寿命,有540万亿那由他这么多节。 那由他,就是没有数那么多的一个数目。 这位大通至圣佛出世以来,他去修行,做菩提道场,破除一切魔君之后,我们人修行成佛的时候,魔都来考试。 你知道佛成佛是怎么成的?就是那魔来考试,魔献种种的美女来考试你。 你修行,平时你没有这种欲心了,到真要成佛的那时候,魔派他那个天魔女来,就想去破佛的道业。 这时候,佛若一动还有这种贪美色的心,就会不成佛,若没有,就成佛了。 那么释迦牟尼佛将要成佛的时候,魔王波寻派一群魔女去了。 释迦牟尼佛一看见本来生了很美貌的魔女,他就想,你现在虽然这么美貌,过了30年,40年,50年之后,你就老得面上也献出褶子来了,又有鼻涕,又有口水。 眼睛有很多眼痴,面上很多皱纹,不过也就是一个臭皮囊而已嘛。 你美貌又能怎么样子? 他这么一看,这就是明白他是怎么一回事了,明白怎么一回事了,就不会被他所迷。 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观想的时候,这些魔女也即刻就变成面上又有皱纹,眼睛也睁不开,污浊邋遢的样子。 魔女自己回光返照,一看自己是这个样子,这怎么可以来磨释迦牟尼佛呢? 就跑了,这没磨得动,磨变种种的形象,来考验释迦牟尼佛,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成佛了。 所有一切佛成佛之前,也都是要经过这样子的考验,所以这叫破魔军仪,就是把魔王的军队给破了,给战败了。 这位大通至圣佛就是将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,成就佛果位的时候。 因为他没有能正的佛果,所以佛法还没有出现在前。 这么样子经过一小节。 什么是一小节? 你们记得吗?一个增节,一个减节,一增一减,约一千六百八十万年,这是一个小节。 你算有多长时间? 好像果一说,到这儿学佛法学了两年什么也没得。 两年,那又算一回什么事呢? 那好像一分钟似的。 在佛法来讲,这不算一个什么很长的时间。 你看,这位大通至圣佛座那儿,做了一个小节,你算算这多长。 他在那儿做这么一个小节,这佛法也没现前。 不单是一个小节,一个节,佛法没现前到十个小节,佛法也没有现前。 他在那儿结加夫座身心不动,身也没有晃,也没有摇摇摆摆的,心里也没有动。 身不动,那还不算一回事,你心不打妄想,这是不容易的,所以心也不动。 十个小节,也没有正的佛果。 因为他没有能正的佛果,所以佛法还没有出现在前。 根据据社论,人寿八万四千岁,每百年减一岁,至人寿十岁为一减。 又自十岁,每百年增一岁,至八万四千岁为一增。 此一增或一减,为一小节。 所以一小节的计算法,八万四千减十,乘一百,乘二等于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。 一个小节,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。 二十增减即二十小节也,此为一成节之量。 其余三节,柱节,坏节,空节之时量,于此等。 所以一个小节的数目,乘二十,就是一个终节的数目。 一个终节的数目,乘乘住坏空四节,就是一个大节的数目。 在这个时候,三十三天的天主,早早地就为这位佛,在菩提树下,附设这么一个狮子之座。 这狮子座,高有一游巡,这个游巡,我们就拿它当小游巡,有四十里这么高。 佛基石就坐在这狮子座上,应当正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。 在做狮子座的这时候,这一切的大饭天王,雨下天花,天花乱坠,散落于周围有一百游巡,就是有四千里这么多的地方。 一游巡四十里,一百游巡四千里。 在这时候,都有一阵阵香风常常吹来,把天上散下来的花,一干枯了,这香风就把它吹去了,又散下新的花。 像这样子不停地供养,满是小节这么长的时间,用这天花来供养于佛。 乃至这一位佛灭度之后,也常常散这种天花。 同时,这四大天王,常常基想天谷供养于佛。 甚至于其他所有的诸天,常常做种种天上的音乐来供养于佛,如此满十个小节。 乃至于等到这幅灭度,也都是这样子来供养,没有停止。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诸比丘们说,大通至圣佛经过十小节,就是开悟得成正觉,得成菩提的法。 他才正得着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。 在大通至圣佛没有出家之前,他有十六个儿子。 他第一个儿子,名字就叫至姬,以智慧来积聚种种的功德,所以才能作为佛的儿子。 因为佛的父亲是转轮圣王,转轮圣王是富有天下,所有天下都归转轮圣王管。 那么这些转轮圣王的孙子,各有真意。 有一般人所没有的,而且非常宝贵的东西。 要最富有的人,才能有这种珍贵奇异的,最好的那种玩具。 可是当他们听见父亲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,立刻都把他们所有最欢喜的东西都舍去了。 前往到佛城道的地方,就是那菩提树下。 这十六个王子,也可以说是一个母亲生出来十六个王子,也可以说。 好几个母亲生着十六个儿子,所以这个珠字,可以当一字讲,也可以当多字讲。 珠母,可以说,就是她亲生的母亲,哭哭啼啼的,把她儿子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。 也可以说,这十六个儿子有好几个母亲,大家一起都送他们儿子到佛那儿去。 替气而随送之,这佛的太太也是个女人,所以她没有其他的方法,一有事情就哭。 现在她的力量没有大通至圣佛的力量大了,本来这十六个儿子都跟着她,天天都孝顺她母亲。 但是现在一听说她爸爸成佛了,就要跟着爸爸去修道,不跟着妈妈了。 不跟着妈妈,妈妈留也留不住了,于是就哭,那么哭后又怂。 他们的祖父也是一位转轮圣王,他带领一百个最高的官,以及所有这些国家里头的人民,大家都一起到佛城道的那个地方去了,都到这个菩提道场。 转轮圣王和一百个大臣,以及这百千万亿的人民,都愿意亲近大通至圣如来,又来供养着佛,又恭敬着佛,又尊重于佛,赞叹于佛。 他们到了佛的面前,五体投地,头面里足,头和面都借到地下,恭敬顶礼。 五体投地,就是两只脚,两只手,再加上一个头,都投到地下。 这两只手翻过来,伸出来拖着佛两只足,这教接足里。 他们就又绕三杂,像又这么围着佛转三转,绕佛完了之后,都专一齐心,和其掌来表示一心。 这一切的人都瞻仰佛,仰起头来看佛。 因为佛那个法座,前面说有意犹寻那么高,所以他们要往上来看,就是用寄送来赞叹佛。 这位转轮圣王和一百个大臣,以及无量百千万亿的人民,这十六王子,和他们这些母亲,都赞叹大通至圣如来,说。 世尊,您是最大威德,实是初世之尊,为救度十方一切众生的缘故,所以在经过无量一数目这么多的时间,现在才成就佛果。 您以前所有的愿力都具足了,都圆满了。 发愿是很重要的,好像黄国人发愿要到北巨卢州去成佛。 为什么呢?因为北巨卢州那儿没有佛,他就想到那地方去成佛。 那时就有很多人来恭敬,恭养,赞叹,尊重他了,因为没有其他的佛在来了。 他想的也很奇怪的,到其他的世界去,有那么多佛,或者我这个佛,就没有人供养了。 到北巨卢州去,那个地方没有佛,到那地方成佛去,这也不错。 我当时也很欢喜他这个愿力,我随着也就发了一个愿。 他这个愿力,我决定保证他成功的,因为这是很特别的。 这个世间的事情,都可以转变,没有一定的。 有人发愿到那地方去成佛,那地方将来也就会有佛出世了。 以前因为没有人发愿到那儿去成佛,所以到现在北巨卢州还是没有佛法。 那愿是最要紧的,你若发了愿,你想不修行,是不行的。 不行啊,我有个愿力,我一定要修到的。 我发过这个愿,就要满愿。 于是想不修行,又修行了。 这愿是很要紧的。 回到经文,善哉即无上,善哉,就是好的很。 即无上,即是即祥,无上,没有比佛在高上的了,佛是最高无上的,所以叫即无上。 这位大通至圣佛,是非常稀有的,不容易遇着的。 为什么? 他一坐,坐了十小节这么长的时间。 佛在那儿坐的时候,经过十个小节这么长的时间, 他的身体和手足,仍竟然安住不动。 很安静的。 身也不动,心也不动。 在这个十个小节的时间,他的心都很淡薄,没有一点沉垢,也没有散乱。 佛已经得到究竟的祭免,所以经过十个小节,他也身心不动,安然住在无漏法的境界上。 现在我们看见世尊的相好,这就像阿南看见佛的相好。 世尊安安然然地成就佛的道果了。 佛成佛了,我们这一切众生都得到最大的好处了。 所以大家共同地庆贺,共同地赞扬,也都生一种欢喜心。 所有的众生,就是常常的有一种苦恼。 苦恼在这黑暗的地方,没有一个导师来领导人脱离苦海,取除黑暗,因为没有佛。 这一切的众生,都不知道了苦的这种道路,不知道离苦得乐这种道路,不知道被沉合觉这种道路,也不知道想方法来得到解脱。 这好像什么呢? 好像在漫长的黑夜里边一样,增加恶道,溜去的这种夜暴。 因为人堕落到三恶道里边去,天众就少了,所以叫减损。 诸天的眷属,一天比一天少了,地狱,恶鬼,处什么眷属,一天就比一天多了。 从明,从这个黑暗的地方,应该走出这黑暗的地方,不但没走出这黑暗,又到另外一个地方,还是黑暗的,还是没有光明。 这叫从明入于明,所以永远也听不见佛的名号。 现在这位佛得到最上的绝果,安住于很平稳的,无漏的道果。 我们这一切的人和天上的人,想要得到最大的利益,所以大家才一起向佛寇投,五体投地,投面皆足地把我这个身心性命都归一佛。 把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给佛,没有自己了。 好像我们出家人,也是没有自己了,把我们这身心性命都交给佛了。 归一佛之后,一定要无我像。 因为你有我像,就有麻烦,不但一种麻烦,许多许多的麻烦。 如果你能没有我像,一切的麻烦都没有了。 就这么说没有我,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 把我这个身心性命都归一佛,所以这叫归命无上尊。 我们最重要的,就是这个生命,我们的生命都交给佛了。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苦,是乐,是什么,都没有问题了。 我们受苦是应该受苦,享乐也应该享乐,不要有一个我。 这是修行最要紧的,要没有我。 在这时候,大通至圣佛有十六个王子。 他这十六王子做前边的寄送来赞叹佛之后, 他们又再请大通至圣佛来说法,来转妙法轮。 佛说法,要有人请法,若没有人请法,佛就不应该说法。 因为法不孤起,让尽方生,道不虚行,欲缘则硬。 所以说法一定要有个因缘,若没有因缘,不能说法。 那么佛说法,要有人请,好像我们现在讲经,也有人请法。 请法,也就是度众生,你自己不会说法,要请人家说法。 所以在中国,有的摘主知道某个法师讲经讲得最好, 就请这位法师来讲经,讲一座经,他就供养这个法师很多钱。 这位法师在这儿讲经说法,这功德都是摘主的,摘主,就是请法的那个人。 本来法师讲经,怎么会是请法人的功德呢? 因为请法的人,他有一种虔诚的心,请某某法师给大家说法。 利益众生,他又供养法师,所以他的功德特别大,不但功德大,而且也会得到聪明的果报。 你想要聪明吗?多看经,多念经,多请人讲经。 你看,聪明的人,都是做过这些事情,中过这些因,所以他就聪明。 你们天天请法的人,将来一定会聪明,生般若的智慧。 转于法轮,就是转大法轮。 什么是转大法轮?就是讲经说法。 以前我不是讲过转法轮的道理吗? 你凡是在佛教里做种种的工作,这都叫在转法轮。 这转法轮不是一种,是很多种。 譬如你护法三宝,提倡三宝,到处给三宝来宣传,说信佛是最好的,是不迷信的,一般人给佛教安上一个名词说是迷信。 这是错误的。 譬如,有一般人破坏某一个法师,为什么他想破坏这位法师? 他就有一种妒忌障碍心,所以想破坏这个道场,你就应该来给辟谣。 说,不是的,这个人完全是造谣言,完全是破坏三宝。 那么用这种的正义感,来把破坏三宝的人这种谣言澄清了。 护持三宝,这也叫转法轮。 总而言之,翻译经典也是转法轮,讲经说法也是转法轮,听录音带,也都是转法轮,你看。 那录音机也是圆的,我们这儿,现在天天都在转法轮。 大家捧捧的都这么说。 世尊,请您为我们转无上法轮,能令我们一切众生得以安稳。 也请您可怜众生,而饶意众生,对众生特别有利益。 诸天人民,是所有诸天的人民。 又以忌来赞叹佛了。 佛就是世界的大英雄,大丈夫,无上士,没有可以和佛这个世界的大英雄来比的。 佛是三支修福会,百节种相好,所以这一切的福,自己都庄严圆满了。 佛是世界一个大绝者。 大绝者,是大聪明人,就是因为得到无上的智慧了。 佛自己得到无上的智慧,现在我们大家请您给这一切众生说法。 把一切众生都度脱了,都救度离苦得乐。 不但我们现在这一些个人等,就是所有十二类众生都包括在内。 为这一切众生分别来显示,说这一切法,使令一切众生也都得到佛的智慧。 假如我们这一切众生也成佛了,希望一切众生也全都成佛。 亦复然也都成佛。 佛知道这一切众生身心之所念,众生希望什么事情,有什么愿力,想求什么,佛都知道,也知道众生所行的道,也知道佛所行的道。 又知道众生有多少的智慧力,也知道佛的智慧力。 众生他所愿意的,所欢喜的,和他所修的福报,以及他前生所造的什么业,重的什么因,今生应该结什么果。 佛对这种种的境界,种种的道理,都明明白白,都知道。 现在我们大家最希望的,就是请佛来转大法轮。 好度托一切众生,皆共成佛道。 大家共同来研究佛法,若知道一点,你就做一点,不要知道而不去做。 你知道,若不去做,就还不如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而不修行,那是因为你不知道,你知道佛法了,就必须要修行,必须要脚踏实地,实实在在地去修行。 就像走一步,就有一个脚印,走一步,就有个脚印,这叫脚踏实地,向前去修行。 修行,最要紧的,要利益人,就是帮助人,不要帮助自己,把自己忘了。 好像一举一动,都是来帮助人,不要管自己,这就是去修行。 最要紧的要怎么样呢? 不要有嫉妒心,不要有障碍心,不要有烦恼,烦恼一定要断除。 你若不断除烦恼,这生死不会了的。 所谓断除烦恼,就是叫你变,把烦恼变成菩提。 菩提,就是长生智慧,而不愚痴,烦恼,就是长长愚痴,而没有智慧。 我们为一点小小的事情,不要生烦恼,不要有一种不及障碍, 这是最要紧的。 所以我们天天研究佛法,要行持佛法。 所谓说得好,说得妙,不实行,没有道,你说得再好,说得再妙。 你不老老实实去修行,用功,那不会得到的。 修行先要忍,什么都忍。 这个忍,我告诉你们,忍穷,越穷越好。 穷吗? 我忍着他,没有钱,最干净了。 贫道,贫道,修道就要穷,一有钱,就有麻烦了。 一有钱,就不会修行,所以要穷。 忍机,没有饭吃吗? 明天就有了,今天没有不要紧,这也要忍。 没有衣服穿,也要忍。 动,也要忍。 饿,也要忍。 风,也要忍。 鱼,也要忍。 奈风奈雨,奈机奈寒,这都是修道人所应该有的,什么都不怕。 最难吗? 我才要做呢? 最苦吗? 我才要修呢? 我要和苦来斗争,要和困难来斗争,要打破这一关。 把这关打破了,你就成功了,你若打不破这一关,那你就不会成功的。 所以你们每一个都应该要知道,光说没有用,要做去。 你说一丈,不如行一尺,你说有一丈那么长,你若行一尺,那比那个说的一丈,还好得多。 所以我们现在,我希望人人都要注重实行,不要注重口头禅。